能够付出真的是一种福气 像马来西亚这位年轻人 他其实也才25岁 就因为脑伤而躺在床上成了植物人 他的家人每天要替他抽谈 洗澡 人生几乎变成了黑白 这个负担虽然很沉重 但却甜蜜 因为一家人对他的爱与照顾 让志工深深的感动 爱是无条件的奉献 这句话在此季照顾户 克里斯纳的家人身上得到验证 在马来西亚北海 25岁的克里斯纳 2010年的一场意外 伤到右脑成为植物人 每天重复的动作 家人还是用心在每个细节 但就担心无法负担昂贵的义务费用 此季志工为他们提供补助 守护着家人的希望 看到克里斯纳的父母 小母亲和他阿姨这样 我回不知地照顾他 所以我体会到说 行善行孝 不能等 我本身要以我父母亲 给我这个身体来行善 把对自己孩子的爱分出一点给别人 一同守护其他家庭 微笑的希望 大爱新闻杨新伟 黄艳碧 马来西亚北海报导 小王 谢谢大家